Hello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叔 这个频道以AI应用以及智能化工作流程为主 带着你一起学习,一起探索AI的无限可能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让AI成为你的超能力 Hello大家好,我是凯文大叔 今天我们来快速讲一下Google新出的OPPO OPPO它是一个no code的开发环境 它就是透过一些流程 然后还有AI的一些模型来去生成APP 虽然说像N8N或者是DeFi 但是它其实在工具里面 能够用的就只有模型跟提示词 它的流程其实我是觉得比较像资讯流 就是它前面一个动作做完了以后 把结果传到下一个 它没有像N8N或者是DeFi 可以去做一些流程的控制 或者是回圈的控制 算是一个比较简单控制AI模型的流程系统 功能看起来也很简单 就只有一个create new 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来设计自己的OPPO APP 我们先点进来看一下 这个看起来就有点像是DeFi的设计流程 左边这边它是一个设计流程的一个画面 右边就是每个工具它里面的一些设定 最近有那个BIB Coding 这个东西也是可以用描述来去跟大家讲说 你要做什么东西 打完以后它就可以帮你生成简单的流程 我们先来讲一些基本的 首先是我们在做一个APP的时候 通常都会要输入 如果没有输入它可能就是随机去产生一个资料 或者是固定去产生一个资料 所以我们点这个输入完的资料以后就会往后送 输入的形态就有很多种 你可以是任意的 或者是声音图片文字可以上传一个档案 最后上传一个影片 它这个基本上就是像我们一般在做一些APP上可以输入的东西 那后面它就有这个生成 生成它其实就是透过模型去产生资料 主轴就是在这个生成的部分 它不像那个DeFi或者是N8N里面有非常多的功能可以选 它其实就只有输入生成然后再来就输出了 那另外如果是需要加一些额外的功能 就是在这边会有一些额外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是加在这个生成里面的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生成 生成它这边其实就有很多种功能可以做 所以基本上它就是通通都是透过模型来去做产生资料的 目前有提供这个2.5Flash 2.5Pro 另外像这个是使用2.5Flash来去规划内容跟执行结果 再来就是Deep Research它其实就是透过模型去网络上查资料 去产生深度的调查报告 基本上这些有的功能其实就是模型上衍生出来的 那再来就是像这个图片的生成 图片生成除了有Image 4 也可以直接用2.0的Flash搭配图片的生成功能 除了这些以外它还有这个声音的输出 就是文字转语音 另外有VIO 这个VIO它其实提供了VIO3跟VIO2 虽然上面有写说它的生成会有限量 但是我自己是还不晓得它到底限制到什么程度 想要来测VIO3 也可以直接在测里面用 这是不用钱的 Lilio2它其实是来生成音乐的 就是你如果有要去做一些背景音乐 你可以用Lilio2 你就看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输入输出 这个可以做一个箭头接过来 你看它这个接过来以后 你的输入就会变成它的提示词 最后文再把这个输出丢到Aupt这边来 你看它Aupt虽然是接前面过来的资料 但是它接过来的资料以后 它可以去做一些转换 比如说它有一些简单的Layout 那这个Layout要怎么做 Layout你可以直接在这边写提示词 或者是说你透过它既有的模板 这个目前是比较阳纯一点 所以我们如果不晓得怎么弄 我们就直接写web page 然后让它自动去做一个Layout 这样子 你就会有这样子输入输出 然后有一个结果这样子 那中间如果你有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要去生成一个影片 那我们就可能先写个简单的描述 那中间用一个模型去帮我们产生影片的提示词 最后再把这个提示词交给VIO3 我们一样这边写一个生成 那这边再把它转成VIO3这样子 就可以用改良的这个提示词 为给这个VIO3 那VIO3生成影片以后再接给Aupt这样子 你也可以直接给它一个图片 变成图片转影片的这样的功能 这个是非常好制作的 如果你们经常有做影片的需求 也可以先来透过这个来去试试看 就是它可以省去你不少时间 透过一个简单的流程 然后去上传图片 然后它就可以直接生成一个影片了 功能就先大概介绍到这边 那如果有复杂一点的应用 之后有空再来教大家使用 我把这个流程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大概看一下 前面一样是输入资料 那中间这边我们就加了一个提示词 然后这个基本上我是用2.5 Pro这个模型 然后你看我这边有使用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在哪里 在这边 我们可以去调用一些像搜寻网路 找地图 或者是说你要取得网页内容 还有一个可以取得天气 这个工具以后应该会更多 目前只有这四个 因为这个目前也是一个实验版的工具而已 我这边就是使用这个查询网路的工具 来去查询说我要怎么制作这个影片 那这个输入的内容就是我要制作的影片的描述 那上面这个写完以后 其实查完以后会有资料 所以我就根据这个提示词还有网路的结果 生成一个8秒钟的影片提示词 为什么8秒钟 因为这个VIO3它只有8秒 所以我们就先这样子产生8秒的影片提示词 那这个产生提示词之后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送给这个VIO VIO这边它可以选VIO3或是VIO2 OK 那这样子完成了以后 它就会 我就根据前面的结果来去生成影片 那这个有一点要特别注意 就是在这个流程中 它只能接收前一个节点的资料 所以我从这个前面过来的节点 这个资料我只能写在这边来 我不能送到这边来 所以我如果要把输入的资料送过来 我可能就是要再另外拉一条线 直过来 这样子它才会让这个前面的提示词 也送到这边来 那其实目前不需要 因为我直接把这个修改后的提示词 直接制作影片 那最后这个影片 然后来去做输出 输出这边我们也不用特别写什么 我们就直接把结果呈现出来看就好 layout 基本上如果没什么特别的 我们就选手动这个就好了 不用去做layout 就直接把结果输出来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我先按执行以后 它就要我输入内容 那这个内容我就可以写说 我要切一个切苹果的ASMR影片 接下来 来我们来看一下 像右边它除了有review 因为review其实就在等待它去生成文字 跟生成影片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console console就是它在后面生成的结果 所以你看目前它是在哪一个阶段 目前它在中间这个 它要去产生提示词 所以你看它先查网路 查完网路以后它会有一些结果 它会把结果再往下丢 它还没查完 所以它查很多内容 完了以后 它会再把这个结果再往下送 你看它查了这么多网页 跟网路上的影片 最后再把这个结果丢给下面这个模型 这个模型它就会去产生相关的提示词出来 最后把这个提示词再丢给video 前面这个已经完成了 所以你看这个完成了以后 我们看它最后的结果 最后它的影片的提示词脚本就是这样子 切苹果ASMR 然后几秒到几秒做什么动作 自己写不肯写这么复杂 几秒在做什么事情它都帮你写好 这个完成了以后 它就会送给产生这个影片的工具这边来 目前就是在等待中 OK好这个已经完成了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结果 它真的是切苹果 因为我没有特别给它写切玻璃苹果 所以它就直接切一个真的苹果 像这个东西你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 去很快的产生一个影片出来 另外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你看它虽然上面有写它这个影片的生成会有限量 但是车到现在不知道它的额度到底是多少 而且我现在是免费的账号 你们如果要生成影片 可以直接透过这个OPPO来去做生成 目前是不用钱的 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外层这里 在这边它有提供了一些范例 底下这些范例基本上都是OPPO官方自己推出来的 像这个是把一个照片变成黏土的效果 点进去以后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流程是怎么设计的 就这样子很简单 所以它输入啊 然后中间每一个提示词怎么写 最后怎么生成影片这样子 那影片生成的时候它要有什么样的layout 像这个东西你就可以看一下怎么制作 提供了这个范本是没办法编辑的 但是你可以去按这个remiss remiss按下去以后啊 它就会变成自己的一个专案 所以你就可以在自己的专案里面来去做修改了 把这个专案来去做一些调整 这样子就可以去改里面的内容 你如果要搭配一些商业报告之类的 好像这个是找公司的相关资料吧 它其实去网路上找地图 然后找网页上的资料 然后去get网页的资料 透过这些资料来去查询一个公司的基本资讯 你要查什么公司你就输入在这边 它就会去帮你做调查 调查完了以后最后把这个结果 summary 出来 这些东西你如果觉得哪个功能还ok 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 变成自己的专案来去做修改 这个就是OPPO的一些基本功能 如果你们要使用的话 第一个先透过VPN 因为目前它没有开放给美国以外的地区用 所以用VPN跳进美国 之后就可以来这个OPPO的网站 那OPPO的网站 你就直接搜寻GoogleOPPO就好了 就可以找出来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出发广告 出发了洁发行 出发行的 你里面的帮助 发行的 一些 Ellicsten